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各位觀眾大家好 歡迎收看羽球密碼 今天開場的地方很特別吧 在車上 沒有 因為我們今天 跑來這邊 要做的是開箱星球館 星球館開箱 這邊是哪邊啊 這邊上畫啊 上畫最近有開個星球館 你看這看起來不像球館吧 這不是吧 這是全家耶 我跟你講 答案就在這裡 好玩就厲害在這裡 今天其實來的地方 其實是個球館 它前面是一間全家 我們等一下進去看看吧 走 我們現在要先進去這間球館看看吧 走吧 這間球館很酷喔 這在位於南科的這邊 上畫這邊有一個 心力羽球館 然後進來之後 我覺得環境還不錯 環境滿寬敞的 很大 然後上面都會寫 動品 飲品 蔬食 鮮果那些都有弄好 對啊 然後我覺得蠻特別的是 上面 這邊有磚 還蠻厲害的 旁邊有磚 看得到這個嗎 用球排的這個 這個 Family Mart 很厲害 Family Mart 蠻厲害的 它是用螺絲鎖上去的 然後後面還有一個用球排做的 心力陽光 然後球館呢 在後面 球館在後面 好像在後面一樣 我不知道 看一下 欸 先生先生 請問一下球館在哪裡 球館在後面 往後走 是店長啊 店長好 OK 那我們往後走吧 去看看 往後走吧 這裡還有一個門 還蠻酷的 他這邊就走到 球館這裡 球館 OK 那進來球館之前呢 有一個販賣部門 還蠻特殊的地方 他們販賣部門在球館的前面 然後我們現在要進來販賣部門看看 主要的商品的話 我看到的應該都是 勝利居多 勝利 因為心力好像有跟勝利 做合作的樣子 所以 主要上面的商品幾乎都是勝利 因為它這邊很酷 還有這個鞋墊 這個是你買鞋子之後 買鞋子之後就可以直接在上面試 試彩 我覺得還不錯 OK嘛 然後這邊有 試彩間 這個試彩間 然後 有穿線的服務 然後還有冷氣可以吹 然後我們等一下 就往球館那邊走吧 好裝備拿好了 然後我現在等一下要進去球館體驗 那在進去球館體驗之前呢 它這邊有費用 酒精 跟涼 耳溫的工具 我覺得還不錯 然後再來是 在這裡 前面消費的話 現在有活動 在這邊 5月5號到5月31號 滿200塊的話 就可以折抵50塊 打球的費用 來這邊打球唱 打才11小時 一整天才100塊 超便宜 然後這是5月份的價目標 OK 然後價目標完之後 他有想唱打8人才使用一場 然後9個人才會加第1場 對啊 因為雙打嘛 4上4下 好吧 那我們現在 要進去球館裡面看看囉 好像有人在裡面打球 太酷了吧 這個球館 總共 呃 有 8塊場地 球館總共有8塊場地 然後 旁邊的話 都是 還有屋頂 都是用藍色的 藍色的材質去 全用藍色 深藍色的材質 這樣再看 與球會比較明顯一點 然後座位區在這邊 這邊是座位區 OK 那座位區的部分呢 我覺得還可以啦 那這個板子 也 它這個板子不會熱耶 因為現在天氣很熱 外面 33度 裡面其實還好 不會讓我們 然後 好處是來這邊唱打 還有開冷氣 100塊而已 唱打100塊 然後還開冷氣給你吹 這個球館真的CP值滿高的 我覺得 再來是 場地的話 感覺是不錯 然後網子也都是用勝利的 對啊 那我們先 換裝 我們先換裝來體驗看看說 先換裝來體驗一下這個場地 打起來好不好 感覺怎麼樣 打算 欠汰 好 呀 孔心 那進來球館呢我們就看到這個球館其實整體是蠻明亮的 然後牆壁的材質選用的顏色呢都是深藍色的部分 連天花板也都是深藍色的部分 那我記得看起來相當的舒服不會到看不到球啦 然後再來是地板呢它地板全部都是用勝利的地墊 因為它是整塊鋪整片發面場地鋪在一起的 整個都是地墊 那我覺得踩起來的感覺呢 我覺得踩起來的感覺啦就是蠻軟的 打起來沒有什麼負擔 減震效果感覺蠻好的 然後再來是地板的磨起來的感覺蠻粗糙的 我摸摸看 它的上面我覺得應該是為了做防滑所以做了很多細紋 但是這個東西有一個小缺點 可能是你在救球的時候會摩擦到可能比較容易受傷 然後再來我們看到它的場地的球柱呢 都是使用勝利的球柱 然後它的這個體積比較小 然後兩個場地跟場地之間呢大概 我這樣看起來我覺得大概有兩隻球拍的距離吧 對兩隻球拍的距離 大概兩隻球拍的寬度啦 我覺得這個寬度我還可以接受有點一拜一拜的 然後再來是後面這裡還有一個柱子 在球場的後面這裡 球場的後面這裡有一個柱子離我們會比較近一點 我覺得這有點離太近了 你看有沒有 差不多一隻球拍的距離 我覺得這個打起來可能會有一點壓迫感 我還沒打過 但是我覺得這打起來可能會有一點壓迫感 因為那邊會有一點壓迫感 對的所以這個會有 coward 我覺得這張不會太一樣 對的 對的 從來 對的 對的 第一球 先球 好3球 好 換你殺 剛剛打完球的感覺呢 我覺得左邊右邊都OK 然後上面的天花板的顏色 還有牆壁的顏色我就覺得看起來很舒服很柔和OK的 那也看得到球 但是我覺得比較有感覺不好的地方是在於後面這裡 後面這裡的距離比較近一點 這邊的距離比較近 然後再來是上面的燈管 雖然說他們已經選用比較細的燈管 但是我覺得說還是有點刺眼 如果在外面可能加個燈罩 或者打霧的燈罩可能會好一點 我的感覺是這樣子 打完球很熱 下來修的區休息一下 很涼啊 我覺得修的區還不錯 就是說它的修的區有冷氣 我覺得很涼 然後之後 但是建議不要常常坐在這個風口下面 坐久的可能會太冷 然後再來是休息區的話我覺得 它是用摺疊椅做的 所以我覺得說位置 我也覺得有點太小 像我可能會想要做放鬆一點啊 這樣可能就會站到旁邊這兩個位置 然後我覺得不錯的地方是它有做這個置物架 置物架可以讓你放水啊 放袋子啊 放球拍之類的 我覺得還可以 那球袋的話可能就放在下面 可是有些比較大的球袋可能就比較放不下 我覺得這小小的缺點 那再來是我覺得這個 這個我做的時候還好 可是如果我坐在這裡 就會撞到頭 可能往往後躺的時候可能會撞到頭 這可是球館這邊要注意一下的地方 然後再來我覺得 有一點比較大的缺點的感覺是 這一個比較嚴重的缺點可能就是 它的球場的底線到我們休息區的距離真的太近了 我覺得太近了 就是你看大概只有一個 一直球拍在長度的距離而已 我記得這個有點太窄了 所以讓休息的人或者是要走動的人 在打球的人都會有一點壓迫感 會有一點壓力 然後它休息區旁邊這裡 看一下這裡 這裡它一定會配一台電風扇 我覺得還不錯 就是有電風扇有冷氣 然後還有垃圾桶 一般垃圾跟支援回收垃圾桶 它每個休息區都會配一個一般垃圾桶 跟一個支援回收桶 對這是休息區啦 OK 然後如果我覺得說 它的休息區的話 我還可以給他建議就是說 它如果可以做一點掛鉤的話 讓我們可以掛球拍 就是讓球拍可以掛著 去放在哪邊這樣掛著 我覺得會比較好 會掉衣服或掛球拍都不錯 在這個球館裡面呢 其實一個蠻特殊的地方是說 它有一個無障礙的廁所 其實這很多球館呢 都沒有這個空間的 我覺得這也是這間球館不錯的地方 對啊因為無障礙的廁所 我本來就比較少見 好再來我們去往廁所那邊方向前進看看 好這裡就是廁所 然後進廁所之前呢 嗯上面還有冷氣還蠻涼的 對啊 然後進來廁所之後呢 我們可以看到 呃 有分兩邊 這邊是男生的 然後那邊是女生的 OK 這是女生嘛 然後 這邊是男生 女生我就不進去了 OK 那男生這邊呢 廁所地板都有鋪一些就是 防水的 隔水的這個塑膠墊 我覺得這還蠻貼心的 然後也用電風扇 再吹讓整個廁所是通風的 讓味道比較不會那麼明顯 然後上面還有做一個那個 定時會噴芳香劑的東西 讓廁所的味道比較不會那麼重 我覺得這還蠻貼心的喔 然後再來是小便頭的部分 寬度還蠻夠的 像我這麼胖 都還有點空間 對OK的 然後再來是 坐式馬桶的部分 有兩個 OK 有兩間 嗯 然後 後面這三間都是淋浴間 洗澡的地方 可是他洗澡的地方 他可能有發現說 會有漏水出來啦 所以他會鋪那個塑膠墊 可是他可能還沒鋪完 然後後續他應該會把 就是 那我跟你講 就是在洗澡的時候 一間球館洗澡 最重要的是什麼 水要夠強 熱水要夠熱 我們進來看看這水要夠不夠強 OK我們來看一下 空間還蠻 淋浴的空間雖然還不錯啦 然後高度也夠啦 我只本身180 其實還看不到對面 看不到人家洗澡 對 隱私還蠻夠的 然後空間也蠻大的 對啊 這樣隨便扭扭捏捏都可以 OK沒問題 那我們來看水壓夠不夠強 喔 水壓其實真的蠻強的 水壓是真的蠻強的 然後 嗯 這樣子開起來的話 熱水很快 算蠻快就很熱 對啊 我記得 一間球館洗澡 要真的要舒服 真的是水壓一定要夠強 洗起來才會舒服 對啊 水很快就很快就變燙了 很燙 非常燙 對 一下就燙了 所以 我覺得這還不錯 對啊 那 廁所裡面的話呢 我覺得它可以裝一些小掛鉤啦 讓洗澡的時候衣服可以放在上面 或者是可以掉一些東西在上面 因為它已經有放一個置物架了 可是我覺得它有點太小 對啦 我覺得如果可以放大一點的 我掛鉤會比較好 那如果可以放木浴乳跟洗髮乳 會更好 對 好那整理下來 我覺得這間球館呢 真的是全台灣獨一無二的球館 由於球館 前面結合全家便利商店 我覺得其實還蠻酷的 而且它的全家便利商店 還有用雨球 很用心 然後用雨球來做裝潢 那可以讓來這邊打球的人 來前面 就是到便利商店很近 因為照理來說正常的球館前面都是販賣部 那販賣部販賣的東西有限 那如果前面是全家便利商店的話 我覺得很棒 然後再來是進去裡面呢 我覺得球館整體的感覺是非常好的 那可能就是我覺得比較有缺點的是那個休息區啦 那不然我覺得這裡的造福啦 就是台南這裡的話 雖然台南市區到這邊是有點遠 那但是在這邊工作 南科這邊工作的人的話 或者是住在散化的人的話 其實都是有非常大的福利喔 然後其實它離教的道也很近 下來差不多開個十幾分鐘就到了 開車一下下教的道一下就到了 我覺得地理環境整個都不錯啦 那以上就是今天 我們來心理雨球館的開箱 南科館的開箱喔 那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呢 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追蹤我們的IG 還有在我們的臉書 粉絲專頁點讚 期待期待再見囉 掰掰